欢迎收听《中文回海财经》网站2月27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来期止结算日 大市组段来说也没有什么方向 但是在午后差不多到3点左右 大市来说由低位反复回升 收市来说是升了82点到26779点 成交方面有11804亿 上升股份有800多只 下跌股份也有700多只 再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升综合指数来说今天升了3点到2991点 户心两市成交也是1.05万亿 成交了 再看港股今天的表现 今天来说市场都憧憬内地有些消息 可能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所以来说今天是金融股来说有些喜悉的 建行来说升了2% 报6.44 另一只1398 公行来说也是升了2.2% 报5.46 除了内银股不错之外 看看今天来说 这些物馆股都相当之不错 6098 一个元服务 升了3.6% 报31.6% 雅生活来说也是升了3% 报36.5% 6049 保理物业也是强势 升了4.3% 报17.8% 除此之外 今天的新兴经济股又有点起色 看回6060 总安在线 升了6.5% 33.5% 241 阿里健康又继续发力 今天升了9.5% 15.4% 调整了三几天之后 又上了一个高位 另外来说 平安好医生也有点起动 升了3.8% 77.7% 另一方面来说 市场也有充劲内地推动基建的发展 令到水泥和基建股来说 今天跑完大市 海螺升了5% 另外中建材也升了4.8% 昨天已经有点动了 但基建股今天来说 都是上升的 中国中铁升了25.7% 中交建来说 还升了4.2% 118.6% 中国铁建也升了5.2% 报8.93% 那 最后再说 中五来说 就是汇德峰和九仓系 都宣布了消息 大股东 不市家族 不江正家族 那方面 会私有化汇德峰 作家来说 大概是70元左右 70多元 因为他现金再加上 派发这个 什麽分派的 关系 那就是 一手 就是 汇德峰 就会派12元 再加一手的 一股 一股的 九仓 和一股的九仓 所以加上来说 大概是70元 是很轻松一点的 那变成了 今天呢 就是中五伏牌 之后呢 会得分股价急升 大家看到升了40% 到66% 那 另一只1997来说 就是偏远了 跌了6% 那 到37.7% 那另一只呢 4号的九仓 仍然未伏牌 所以来说 都是维持19.7 未有这个变动 那 就看回了 那今天期指结算 那 即将就去到3月份的市况 那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弹呢 那就有点点期待的 因为见到今天的美市 美断能够拉升 那 但是始终疫情那方面呢 对于那个 美国那方面的困扰 仍然存在着 那 就 好像昨晚那样 美股其实大幅波动 先高后悔 那变成了 今天来说 见到 港股开市时段来说 道指的期货来说 也是有几百点的一个波幅在那 所以来说 相信后市来说 都是比较反复的 那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投资者呢 都要继续留意 在疫情那方面呢 会不会在全球各地 特别在美国各方面呢 是有一个大幅扩散的迹象 如果是的话 相信呢 对于整体股市来说 仍然是不利的 是的 那今天的收市分析 暂时是这么多了